台湾警察专科学校这份学生团圣早餐近期引起争议 有学生不满大面包内包着小热狗 上网破文抱怨怕你们不知道 既然早上的热狗面包里面的热狗有多长多宽 这边帮你们分析学生发挥见识专业 特别负上尺量发现早餐热狗长度仅三公分比小拇指还短 引发网路上学生一片踏乏 面包那么大然后里面热狗这么小 那期待就会有落差 你觉得学生量不够的话 你另外单独再加一个小面包 卖这个可能都要二三十块了 我觉得OK啊 我们家还是这样吃 景专提供当天团扇早餐画面 有热狗面包 笋香包 红麴蛋 豆浆红茶四品项四十元 强调厂商考量在校训练体能消耗较大 首次以客制化方式向外采购 份量相对较大的面包包小热狗 那面包里加大的话 你热狗没有随着加大 你热狗在里面 它原来的小餐包的去做 感觉上就期待很有落差 但网路上仍有不少学生留言 要把缩水热狗餐包拿给行政院长看 也有学生表示 餐点根本投工减料 或是问题残出不穷 校方也澄清 没有投工减料与餐点不佳等问题 供应厂商热后不再供应类似产品 避免造成同学误会 不过从5月2号起 景专火食餐费大幅调升 每名学生从每月3258元的餐费 统一调升到4300元 校方也承诺会留意厂商提供的早餐 避免类似迷你面包情形 再引发争议 现场是续晨天安台北小龙报道